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感应篇从第三句到第九句是一段 这一段是讲总说造作卧业的果报 文字虽然不多 含义非常的深广 以后有很长一段文字给我们说明世人造物的状况 可以说都是六句的注解 这些事情在古今中外实在讲说之不尽 而且世人 仍然是天天在走 不知道回头啊 不知道觉悟啊 人生在世间 短短数十年 谈指已过分 我在年轻的时候 二十二岁到台湾 这一转眼 七十多岁的老人 我们同时在一块 读书的朋友 工作的朋友 学到的朋友 三分之二都一间故事 所以人生这么短促 可是知道 人死了以后 不死什么都没有 人死了以后 日子可长得很 试出时间 神行都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太多了 太详细 太丰富了 做善 有善报 死了以后 有好去处 最低限度 天上人间的佛报 还能够继续的享受 人间佛报短数 我们知道 天上的佛报 那就长 但是要想 再长 还是有幸 所以 真正聪明 智慧的人 我有一个 不习惧 处理三级 不要说处理三级 人天佛 有人天佛业的修法 为什么要造物 为什么要念我 要想我 我们要断我修善 把那个念头 思想里面的我 发除掉 然后 你的行为 自然 就善 这个善 不是造物 是从内心里头 自自然然 扭出来 我们都是 学佛的同学 佛在经里 祖师 在娱乐里 告诉我们很多 这一桩事情 过人修 过人的 所谓是 功修功德 活修活德 不学就不懂 别人修 我得不到 我们在论言会上 阿南增哲 就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以为 世尊是他的唐兄 自己在修持上 可以麻烦 到时候 可以沾到 唐兄的光 结果 造摩登前女子 这才真正 佛所修的 他得不到 一定要靠自己 修持 功德 功德如是 佛德又何常不如是 这些理事 我们都要想清楚 想明白 佛报 我们可以沾别人一点光 但是那要缘分 缘缘俱促 像我们现在在人道 我们同时 同处 生在人道 过去生中 有这个缘分 他有财富 我们有 他可以帮我们点满 我可以沾退点光 如果我们身在 不同的处所 不同的年代 人家想帮忙 也帮不上了 这些事情 为什么不多想起 所以人在世间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与人为善 他说我人 我也要以善行 也要以善行 对待他 久而久之 我人也会被感化 向上 我人不能回头 是我们的感化力量不够 我们自己 要生惭愧心 要生忏悔心 我做的不好 没有能够 帮助他回头 看他造窝 看他堕落 大慈悲心 就从这个地方生起 这是佛在经上讲的 佛法音音 诸佛菩萨 视线在六道 视线在人间 他为什么来视线 众生有感 众生有感 佛就有印 感应 就是原生 感应 都是原 正因为如此 佛法是原生 准是与人生 之法 皆是当体皆空 了不可 佛清楚 菩萨 菩萨明白 所以佛菩萨 硬化着世界 全心全力 全心全力 帮助一些苦难众生 他不着想 世尊在金刚经上 教会 教会 师菩提尊者 度化众生 必须要注意 到底 也是教我们 那是佛教 菩萨 那是佛教菩萨 视线在六道 在九法界 一定要守住一个原则 不取于相 如如不动 这才叫真菩萨 不取于相 就是外部着想 如如不动 是内部动心 外部着想 内部动心 这才有能力 印化世心 如果外着想 内动心 你造业了 造业 哪有不收报的道理 你说我为佛菩萨工作 为一切众生佛物 你着想 你动心 还是业报 如果在这个里面 做的是不善的心 动的是不善的心 其贪嗔痴慢 嫉妒障碍 说实在话 古报都在地面 我们想想 我们有没有 动过这些念头 如果有这个念头 赶紧忏悔 我们细心观察 在我们这一生当中 我们见到 许许多多 出家人 他临运中的时候 走的时候 所现的那些像 我们就亲眼看见 有亲耳听到 是什么现象 今天我们是自己 是出家人 我们将来死的时候 怎么死法 是不是也糊里糊涂死去 是不是也是变动 人事不行的时候 会走掉走疗 灵运中时 或者病重的时候 人事不行 家亲眷属都不认识了 那是决定 王三我道 人天亮道 神智都很清楚 我们在这个世间 给人家争什么 跟别人要争 明文立扬 你就准备 王三我道 如果真地要想到 极乐世界 人物是非 贪嗔迟慢 我确定放下 红发立身 真正做到 外部着相 内部东西 一片真诚 清净 平等的 慈悲 除世待人静 这一生 别人 侮辱我 回报 陷害我们 我们对这些人 由衷的感激 感恩 感什么恩 需要我们的业障 过去这一生 所造的罪业 这就爆掉了 对于这些人 绝不能由于 丝毫 怨恨之心 由于丝毫 怨恨之心 不但你业障 没消掉 又增长 你看看 就在一念之间 这一念 就是迷雾 这一念 就是祸福 就是极凶 要知道 世间一切法 佛经里面常说的 舍法界 一阵庄严 都是梦幻而泡 都不是真实 所以 为什么要那么认真 别人要 缓缓细细的供养 缓缓细细的 不失 不但是身外之后 要我们的生命 我们也欢喜不失 那个欢喜不失心 就得无量无边的佛报 佛在经典上所说的话 句句真实 没有一句是假话 依照佛法修学 确定得理 我们为什么不相信 为什么不肯做 有一个同修 跟我说了一段事情 他说他早年做梦 梦到观世音部去 他是梦得 遇到一个非常喜难之处 好像在一个小岛 四面都是海 风浪很急 这个命 真是在 刹那之间 这个时候 他看到观音部 跪在地下 求观音部 他救他 观音部 他没有说话 用手指一指 往下指 叫他往下跳 他说不行 下面是大海 我跳下去不就死了吗 观音部 他又指一指 他相信 观音部 他叫我跳 我就跳下去吧 结果跳下去之后 在观音部 他手指 那你不肯听话呢 那就没救了 跳下去之后 没想到 观音部 他用手托起来 托他之后 把他送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很好的地方 他落到地面之后 观音部 他不飞 看到那个地方 正在那里建大楼 环境确实是好 做得这么一样 所以一定 要相信佛菩萨 接受佛菩萨的教诲 佛菩萨叫我们 把身心实际 一切放下了 那就是放下了 一定有好处吧 厨师带人借墓 要侯墓 要把一切众生 看作是诸佛菩萨 好心对待我们的人 我们感恩 蒙他的照顾 过意对待我们的人 我们也感恩的 还消除我们的业障 哪一个不是善知识 哪一个不是佛菩萨 围绕我们周边的 都是善知识 都是佛菩萨 这叫修行 使我们自己一生 都生活在沉浸 感恩之中 生命多么充实 世间人讲 生命的意义 生命的价值 实在讲 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世间人只有这个概念 是智智 他不懂 可是 世出世间 甚一行人 懂得 明明 他们自己做到 我们没有留意义 没有细心观察 这也可能是 这些圣贤人 去我们的年代 才久远 我们说 如果细心 去做他们的书 细心去体会 不难 这是真正 值得我们学习的 所以我们展开感应品 尤其是会比 明月的说理 清醒了 我在造年 劝导图书馆的同修 把这篇文章 当作戒律来 每天 要做一篇 直接念 提高我们自己的 警觉 我们纵然 一天到晚念福 想偶叶大师 行说 念到 于他不识 念到如铜墙 铁壁似 如果 恶念 恶行 不能改过来 还是忘然 这是 祖师大 苦口婆心的 教会 我们对这些话 时时时刻刻记在心中 时时刻刻警惕自己 存好心 行好事 说好话 做好人 决定有好果报 违背 佛菩萨的教会 违背 古圣仙仙的教会 古报 决定不少 昨天 我香港奖金 回到新加坡 有几位同学 从欧洲 告诉我 欧洲现在 社会混乱 人心 慌慌 气氛 时长 很不好 那边 俗佛的人 少 赢了 古圣仙仙 教会的人 少 我们听到之后 就应当想到 怎么样去帮助他们 静我们一点 明不知理 这是应该的 这不可以说 那边人有灾难 与我们不相关 这个观念就错了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宗教信仰 要以平等 慈悲心 来对待 见到人有难 跟自己有难 没有什么差别 纵然力量 我们达不到 要有这个心 这个心 是好心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杨 感谢